接下來黃永福老師來給我們測試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 最神奇 好 我在哪方面運勢最神奇 那今天我們主題不是心存善念嗎 心存善念 廣結知己 請從廣結知己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看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方面的運勢最神奇 來 王靜雯 我有選擇障礙 我覺得每個都很想選 知己的己吧 知己的己 知己的己 己 我選廣 廣 你當然選廣了 那我知道了 我也選知 那我選節 來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的運勢最神奇 廣結知己 現場四個字都有人選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我們從前面往後揭曉 首先看一下廣 廣是德馨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廣的話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事業擴張 門庭若市 你的工作也好啦 生意也好啦 對外的人際關係 各方面都不錯 所以是工作方面最神奇 90分 好 其實是節 節是我們主持人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節的話 答案是訂盟納財 喜則即期 這個是婚姻也可以算 或者簽約也算 買賣房子也算 這個既然是訂盟 訂盟不一定是訂婚 你跟人家簽約 訂各種契約都算 買賣都算 所以當然基本上 還是以感情方面為主 是感情方面最神奇 好 再來就我們跳過來 看一下幾 幾是現場是靜聞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如果是選幾的話 答案是 記性太差 苦惱不疑 抱歉 暫時沒有 就三十分 好 最後是知 知是我們兩位老師選的 兩位老師特別聰明 還有觀眾朋友 我們選知的話 答案是 智慧理財 賺錢如意 當然是錢財方面 一百分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感謝你們收看 拜拜 拜拜